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是明镜火拍的今天大新闻 我是主持人陈小平 纽约时间10月9号 北京时间10月10号 这个话题是关于林郑和香港 香港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日夜关注的一个新闻热点 那么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在林郑强力的推出蒙面法 那么这个蒙面法在香港引起很大的争议 因为它不是通过立法会 而是直接有这个香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 颁布的一个行政法令 那么这个法律禁止人们蒙面 我想它的意图是想就是说 止住涌上涌上街头的这些看议者 但是事实上这个效果如何呢 那么在蒙面法发布以后的三天 香港街头出现了更为激烈的抗议 林郑说是暴动 在这种情况下林郑出来举行记者会 当记者问他 你怎么办 会不会向北京求援 林郑透露出来的信息是 十一八号星期二早上 不排除向中央政府寻求帮助 现阶段仍想通过香港政府自己的努力 平息局势 那么从这个向北京求援的信息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林郑他在香港的这个防线 要趋于崩溃 而北京呢 在出手的这个时机呢 越来越近 我们想请这个 来自香港的新闻评论员 季硕明先生谈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他向北京求救这个北京出手 是什么意思呢 是北京用这个环球时报发表社论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他支持呢 还是北京这个派一些武警 那个张半成这个警察 来为这个香港的警察 队伍更胀胆更扩大队伍 还是直接让那个基本法规定的 这个解放军出来止暴自乱呢 这个他没说 但是很显然这个信号呢 是说那个北京出手 那就是那个直接戒严 直接解放军进来了 对吧 应该是这么 否则这个没有必要他来讲这个话 那个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 那为什么这个说话呢 其实已经是打了他自己的脸 因为为什么呢 我记得这个在他讲 提出四个行动的时候 撤回修例 提出四个行动的时候 要加强对话 包括监警会要增加成员 他专门提到北京 一个没有时间表 10月1号前要解决香港问题 这个没有时间表 第二个 北京也不会出兵 解放军上街 这个是他原来讲的 那么现在如果说 按照他现在这个意思 那么他是在打了自己的脸 所以我认为第一 他发出的信息呢 实际上还是在 威胁 这个社会 因为为什么呢 一直以来 这个 林郑月娥 她没有这个 我觉得她没有 秉持解决问题的态度 一直是用强硬的立场 对待香港势力 那么从6月9号 百万人上街游行 这个抗议这个修例 那么他就回应 说听到了 但是我这个6月12号 还是要爱读通过 就强硬是他的一个特点 那么即使到200万人上街 虽然他是暂缓了 但是他也绝不回应 民众的五大要求 所以使得这个 暴力和这个暴力镇压 不断升级 一步一步走向了这个深渊 那么现在就是 即使他推出了禁蒙面法 但是效果有限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效果 更多的人 那个站出来是戴着口罩的 按照他的这个禁蒙面法 是你进一步 我也更挑战你一步 其实很多的集会游行 都是没批准 本来就是跟香港的 那个法律背道而驰的 你再增加一个禁蒙面法 那只是在加了十年的这个罪行 起不到这个主下作用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他说一个法律推出 要观察一段时间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 他心里也是没底 心里没底 所以他想又拿出这个中央的插手 中央的介入 来对香港的这个市民 做一个威胁 那么第二个呢 我就觉得他讲这个话呢 其实又没有实际意义 香港的问题走到今天 哪里没有北京的影子啊 对吧 如果说北京不支持 中央不支持 他和他的团队早就该下台了 还怎么可能还能够坐在那里 还能够和那个记者来开记者会 那没有中央的支持 那个香港的警队 也那个持续不了到现在 第三个我认为呢 他也是一个高级黑 他是献中央雨不易 要把中央拖下水 因为在整个香港的这个修例问题上 北京一直是不愿意走在台前的 他是表露出不干预的这么一个角色 现在你是把北京摆上台 也两手一摊 我已经不行了 我要会把这个北京请出来 北京请出来的结果会是怎么 那如果说解放军出兵的话 那就是一国两制受总正寝 虽然这个港澳办发言人也说过 即使解放军出来那个止暴自乱 还是会实行一国两制 但是那个时候以后的一国两制 还是不是香港原来的一国两制 还是不是那个邓小平自下 自定的基本法的一国两制 那绝对会是那个打问号的 因为原来的一国两制 不仅是这个中央的承诺 香港人的认同 也是国际社会的认同 你如果说走到那一步 你的一国两制 是不是香港人的一国两制 是不是全世界认同的一国两制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小平 好 谢谢季硕明先生对林郑 这个球员信号的解读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吴强先生 在问吴强先生呢 我想指出这个北京出手的三种方式 刚才季硕明先生点到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派武警进去装扮成香港的这个警察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星期一跟和平先生做了一个节目 因为有最新的警察爆料嘛 说这个 有这个 或有这个中国的武警 装扮成这个素龙什么小队成员 他们这个借这个港警的徽章啊 什么那些东西啊 去然后呢他们还讲普通话那么 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个 武警扮演这个港警 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这样一种 深优啊 但是我们那个强调就是说尽管如此 还没有更多的证据 那么刚才季硕明先生也提到了这样一种 可能性啊 这是一个第2个呢 实际上如果按林郑理解的话呢 不排除向中央政府寻求帮助 那么根据疾风法呢港府呢可以请求 驻港解放军啊维持秩序 那么这也是一种 请求北京进行啊救援的一种方式 那么 第三种呢 请求北京 寻求帮助那当然就是让北京那个全国人大 常委会宣布在香港地区戒严 这是这是有三种方式 所以说 我想问这个林强 和那个吴强先生 您对这个这三种方式 如果北京出手的话 这三种方式的这个选择性如何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香港局势发展到现在啊 刚才季先生说 林郑在内部的这种声音中也说过 就是说十一不是死线 但是很显让我们看见十一以后呢 香港的局势呢马上进入一个拐点 为什么是拐点呢 第一香港的警察公开的杀人 这个对着心脏开枪 幸亏那人民大 差一点点没打死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就是这个蒙面法 这个蒙面法呢 一个开枪事件 一个这个蒙面法 实际上把这个香港局势的强对强硬对硬 继续推向了一个 高峰 那么现在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啊 一旦 政府升级镇压行为 百姓反抗行为同时相对应的增加 最后会导致 为镇压和北京干预提供最终的借口 吴强先生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担心 好了 发表你的看法 对了其实北京一直在 某种程度的在干预香港的目前的民众对民众抗议的这么一个处理 当然干预的方式手段程度都不同 但是确实是十一我相信是一个转折点 开始了一个新的变化 从这个枪声从这个开枪开始 您刚才谈了很多时间我认为基本上涉及到两个大的问题 我们先不谈这个干预的方式 本身我们先谈林郑月娥他为什么要颁布蒙面法 以及这么十一之后的一个变化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林郑到了北京以后回到香港颁布这个门面法 以行政法令的方式而且是援引殖民时期的这个紧急法案的一个方式来颁布 这个我们都知道从效果上是绝不可行的 动机上是蛮愚蠢的 换句话说他在过去四个月的抗议活动当中他没有学习到任何的东西 他在重复送中条例 送中条例他撤回了 但是现在他又有以一个新的其实类似送中条例的这么一个 反门面法 继续新一轮的 螺旋式的循环 当然这个新的螺旋式的循环未来的结局 我相信仍然是最后他还会以撤回或者其他的方式来结束 当然他现在来预设了一个援引香港基本法十四条 在香港出现内乱的时候解放军可以介入 似乎拿这个作为他的未来的结局 这是跟他的反送中法的 这跟他送中条例的处理稍微有一点不同 首先我们看他在进行新的一轮的循环 没有学习到任何东西 仍然是继续以这种强硬的个人独断的方式来一意孤行 所以他结局不会好 我们先来看 北京 在何种程度上会可能来保障他或者说来支持他 在我看起来 仍然 没有以 出动解放军的方式 正规的出动解放军的方式来帮助他落实这个反门面法 或者是将来他以 宣布戒严令的方式 就是解放军来帮助他落实戒严 在我看起来仍然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 北京方面不会在哪怕是在坚持一国两制情况下 在遵守基本法的一个框架下 也不会以出动军队的方式来 在为他洗地 集中在警察暴力 集中在警民之间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暴力 警察暴力已经开始扩散 扩散到一种政治暴力 那么在政治暴力的运用上面 我们看到 公安部长已经在兼任对香港问题协调小组的副组长 北京方面过去一两个月也都在定性 把香港民众的抗议定性为颜色革命 那么我个人相信从各种迹象来判断 其实从北京方面来说 在不出动军队的情况下 其实是蛮乐意 把香港作为一个反颜色革命的试验地 在试验各种对付 或者说解决颜色革命的各种的方法 其实就是各种政治暴力 政治分化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相信林郑又要来北京一趟 敢于推动一个所谓反门面法 敢于以如此强硬的方式 暗示北京的干预来帮助他 来为他站台 我相信实际上是得到了 北京在这种运用政法力量 进行运用政治暴力方式 进行干预的一个背书 一个首肯 换句话说 这个合作可能性已经展开 而且可能性非常大 这个我相信是他在谈说 出动反面面法 并且要谈北京干预的这个可能性 真正的背景 他现在正在 我相信正在和北京的政法 和中央的政法部门 在进行某种合作 在对香港的民众的抗议示威 研究和实行各种各样的反颜色革命的方法 这个是他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意义 这才是他所指的北京干预 这个很有意思正好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个十一林郑去了一趟北京 然后去了北京之后呢 香港的这个硬碰硬强对强的形势呢 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林郑啊就是说 有香港港警的开枪 而且呢港警的高文当局呢 对这个开枪进行声援 这是一个肯定合理合法 同时呢林郑呢再进一步出手 搞这个反模面法 那么所以我就想这个说 是林郑自己的行为 还是得到了北京的这样一种承诺 尤其是这个北京 这个会出手帮助他 是不是拿到了北京的一个承诺 这是刚才吴强先生点到了这个问题 我想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一会想 我就是一会请季说明先生回答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这些天不断的有信息放出来 一个是习近平对香港问题连续讲了三次话 另外一个呢 李安勇先生也在这个 他的一个文章中披露 就是习近平那边的意思 就是说军队这个东西呢 一动了就是这个不归路啊 也不想就轻易动用军队这样问题 那么吴强现在刚才说是林郑跟北京的政法这个 当局达成了某种在香港推行政治暴力的这样一种承诺 那么这个东西可不可能是这个来自最高层的这种承诺 还是仅仅是这个政法层的这种承诺 季说明先生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 你刚才讲的那一点是肯定的 北京不会轻易出动解放军 他会觉得这个还没有 不需要到这一步 为什么要把北京推到前面来 就我原来预想要解决香港问题啊 大概是会有四个路线 一个就是北京直接干预 因为你启用宵禁宵戒严 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警力 你根本达不到这个目的 对吧 那么如果说真是香港警方控制不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出解放军 这是一种做法 第二种就是舰级干预 北京并不出面 但是它是大量的派兵也好 用武警也好 那武警现在也是兵 也是归 不是归公安部管的 归解放军 军委管的对吧 来增加香港的警力 那么使得香港的戒严 因为它通过紧急法都可以戒严 不需要是正式向北京求助以后才戒严 那么增加了警力以后 那么使得这个戒严也好 宵禁也好 由这个武装力量可以控制 那么这个做法是什么呢 北京出手了 但是外界你根本无从调查 到底北京出手没出手 除非你有独立调查委员会 要把什么都可以 要文件都拿到手 那么这个也是 现在不愿意 有独立调查委员会的 那么这么一个状况 那大量来个两万三万的 这个警力 来帮助这个香港的警察 来维持这个安全和社会持续 完全有可能 而且你根本说不出 那个到底什么样的状况 你感觉到警察的这个力量强大了 但是它可以控制整个社会 对这些乱象 它可以压得住 包括宵禁也好 甚至于不用宵禁 不用戒严 它都是街上战满警察 不让你 这个人群拒绝起来 都完全做得到 那个就是打人还在 那么第三个方式 就让你香港自身自命 你去弄 像现在这个情况 你去维持 对吧 维持多久是多久 最后省商的不是中国 那个是香港 因为我现在发现 这个原来我们很天真的认为 香港对中国很有用 尤其是作为一个国际平台 在贸易战当中 在现在外资撤离 这个新的外资进入 它都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包括你深圳要先事先行 没有香港的帮助 你先事先行 这个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子 你都搞不清楚 你先事先行 你的特区 你是要得到国际的认同 没有香港的帮助 是这个达不到目的 我们觉得香港对北京很重要 其实你仔细去想 香港在北京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他不会觉得他很重要 他最重要的是 他的这个控制权 如果香港你很重要 香港你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宝物 但是我对你控制不了 反而变成我的包袱 那对他有什么用 他没用 他还是即使你破了 你摔坏了 但是是属于我的 那个比你很美丽 不属于我的 对权力来说 更倾向于这个要属于我了 不管你是那个买目苍翼 千空百丈 那个蓝后 他会觉得拿下来以后 哪怕是一国一制 我花十年二十年时间 再把它修复好 再把它重造一个 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很多人会出这个主意 对吧 那个很多人会给高层鼓这个劲 那这是这个第三种 第四种方式 那真的就是回归到基本法 给香港真正的高度自治 当然我想 我讲第一种方式和最后一个方式 都是不太可能的 那比较有可能的 是中间两种方式 这个对北京本身来说 它的审商最小 那么而且通过这个紧急法来伸出一个禁止蒙面法 现在这样一个退一步测那个修例 进了两步 用了这个两个法案来试水 那么就为他未来再用紧急法来扩大他的权力 来打下基础 事实上现在每天香港 八点半八点钟全部地铁就停止了 那个变相的是在阻止人家外出 那么实际上是变相的一种宵禁 是在为如果事态再扩大 这个不能控制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再动用紧急法 我觉得是绝对不会动用解放区 北京不愿意去冒这么一个风险 让国际社会来诟病 而且永远变成你的一个紧箍咒 你的改革开放的形象 这个大受影响 它可以悄悄的 那个国际社会也拿不到任何证据 但是可以达到这个控制香港的这个目的 那么现在只是在试水 林郑讲的这番话也告诉社会 那个大概试水完以后 会进行更严厉的宵禁戒严 用它的紧急法 紧急法是用香港本地的法律 不要通过基本法 要通过内地人大的这样的一种决定 中央直接插手 那么这个它的后遗症会小很多 可能会往这个路向走 小平 好 这个季说明先生还是认为这个 动用这个解放军 概率很低 那个北 等于是林郑呢 他还有自己的手段没有用完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他可能向北京球员早了点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们谈了两轮 先就此打住 因为他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会看他把剩余的这个手段用完 还是就像解放军或者北京去 直接去求揚了 我们可以继续 继续等待 感谢来自北京的吴强博士 来自香港的季说明先生 参与我们今天大新闻 关于香港问题的讨论 谢谢这个网友的收看 谢谢导播的制作 我们下个节目再会 谢谢观看